台東縣長濱嶼港前有民眾報案 發現一架疑似輕航機 在海面滑行就消失了 疑似是墜入海中 海巡人員獲報後各地開始搜查 不過台東花蓮等地航空站回報 目前航空器一切正常 輕航業者也表示沒有失聯飛機 但你聽一段海巡人員的訪問 我們本所所派遣是一車 是一車兩人 那在長光沙灘那邊定點 去了那跟消防隊互相做配合 那因為接貨倒是疑似落海 所以目前都還在跟有軍單位在做缺了 海巡出動消防小艇出海 不過隊員和易消表示 讓高達五六公尺使得搜救困難 目擊民眾則表示 他看到低空飛行 擔心可能墜海才報案 但消防和海巡人員搜索後 目前還沒有任何發現